中华之邦25年精彩落幕了 最让人期待的年度颁奖迪李 在昨天晚间登场 一大犀牛的林逸泉 以拿下年度最有价值球员等五项大奖 成为了最大赢家 而这也是他生涯第三次年度MVP 打破了中指的记录 而另外LAMINGO的小胖林洪玉 在球季中父亲过世了 最后拿下了最佳指定打击 他累撒颁奖台 感谢父亲 祝最有价值球员 得奖的是一大神拳林逸泉 恭喜林逸泉 中华之邦25年颁奖典礼 年度最有价值球员 是由一大神拳林逸泉拿下 而他除了MVP外 还包括了打点王 共五项大奖 堪致是今年最大赢家 至此用台语林逸泉择甘情 台语生涯三座年度MVP 打破中指纪录 厉害厉害 而每回的颁奖典礼 感性时刻 精力也没少 中巨王LAMIGO陈宇勋 主办单位给他一个意外惊喜 陈宇勋的颁奖人 你就是陈宇勋的爸爸 这是令人非常感动的一刻 宇勋今天其实不知道 要颁奖给他的是他的父亲 陈爸爸当神秘嘉宾 让乡长陈宇勋激动落泪 这也勾起了队友小胖林鸿玉 在最佳指令打击致辞时 对今年过世父亲的思念 我只有三句话跟我爸讲 加油 爸 谢谢你 对不起一碗 谢谢大家 把奖上线给天上的爸爸 台下的球员为之动容 而号称一辈子 只有一次机会的新人奖 就会有八个人入围 有够激烈 最后由达民族的蓝眼轮拿下 最大进步奖 则是一大外野手张永瀚 颁奖典礼有欢笑有泪水 今年没得别失忆 咱们明年再聘回来 记者 中华报道